HELLO 大家好我是觀眾朋友 今天大家分享一台聰明的智能的網路攝影機 就是這一台 Smartcam E-M2 那這種網路攝影機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接觸很多了 那其實我必須說它的進步真的是越來越快 因為早期就是呆呆笨笨的只能照同一個方向 那到後來就出了這種擺頭式 可以360度的去照更多的範圍 再來就是也有夜市的功能 所以它白天晚上都可以拍得很清楚 那這台機器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摸過非常多類似的 但是現在的技術已經進步到有雲端功能了 雲端功能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它有雲端的技術 可以把拍攝到的影片儲存到它的雲端 而且這台是台灣公司出的 所以它的雲端的機房在台灣 那你用手機去讀取雲端的這個影片會非常的快 會比傳統的你要連到機器 再連接到它的記憶卡來的快速 而且傳統會有風險 什麼風險呢 就是有可能你連過來的時候 記憶卡壞掉了你就讀不到資料了 或者是如果機器被人家破壞 記憶卡被人家拔走 你根本就完全看不到 雖然這種東西你可能覺得 不慘會發生 但是真的發生一次你會歐到半死 因為你要去調資料就是已經有狀況了 但是如果突然機器卡壞掉 或者看不到內容的話 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出生在雲端呢 就算機器被人家拔走了 或者是機器卡被人家拿走了 它一樣在雲端上有出生這個影片 所以你一樣是可以把它載入下來 去做一個播放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那這台機器呢 其實不管是iPhone或者是安卓 你都可以用它輕鬆的去做操作 當然它還有一些更多的智慧型的功能 就像我剛才提到它是一個智能型的攝影機 所以它可以選購 價值譬如說寵物偵測 老人昏倒偵測 或者是嬰兒哭聲等等 你可以依據你不同的使用環境 去搭配使用 你會發現這台機器 它真的非常的厲害 好那講到這邊 你可能會覺得它會不會超級貴 那其實它的單價就1000出頭 又是台灣公司出的 又有雲端的機房在台灣 所以我個人認為它CP值是非常高的 好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有怎麼吧 Go 好配件我都猜出來了 其實非常的豐富 好在大家看一下 首先它會有一張這個 24小時安全性通知的貼紙 就類似露營中請微笑的概念 就是你看你監視器裝在哪裡 你就可以把它貼在這邊 去提醒一下路人 或者是客人等等之類的 那再來呢它有附一個 APP的操作的一張說明小卡 還有一本說明書 好那也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多國語言的 裡面有英文日文也有中文 所以你不用擔心看不懂 其他裡面都寫得非常的詳細 再來的話是它的線材的部分 它採用的供電方式呢 是USB轉MicroUSB 搭配它附給你的這個豆腐頭 那它只要5V1A就可以帶動 非常的輕鬆 好再來是它的螺絲 跟它的這個旋轉的底盤 這底盤的話 就可以讓你固定在牆面上使用的 你把它鎖上去之後 這底盤呢 再跟機器的部分做一個連接 就可以安裝固定在牆面上 當然它這個底座的部分 即使不安裝的情況下 它也是可以直接放在桌面上置放 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看看你是要怎麼樣 去做一個擺放 你要用鎖的 或者直接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上 也是可以操作 非常簡單 好那機器給大家看一下 它設計非常的可愛 那後面的部分呢 它的電源的接孔就在這個地方 旁邊還有一個reset的鍵 所以你要重置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沒有記憶卡的設計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裝記憶卡 它的所有儲存都走雲端 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以從雲端去做一個回放 或者是時間走的拉伸 都可以去看到一些記錄過的影片 那後面的話很特別 它有一個喇叭的小控有沒有看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喇叭孔的設計呢 因為它有支援語音的雙向通話 那這什麼概念呢 就是今天如果這個東西裝在家裡的情況下 你在戶外你可以用手機直接跟它對話 而且它不像Line一樣 要打電話要對方同意 它直接按下去就可以馬上通話 所以你可以快速的 跟這個遠端的這個機器 這個現場的人員的 去做一個快速溝通 這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方便 好那至於其他的操作的話 我們就到APP上面來做一個 簡單的說明 我們就來看一下APP什麼操作吧 GO 好現在Liu已經通電了 那前面指示根就會閃黃燈 這時候呢就可以做連接了 那連接的方式呢 就是拿出你的手機到商店搜尋 Spotcam這個應用 然後下載安裝好之後 你就把它開啟 好那開啟之後呢 它會就是 就是套出一個登錄介面 那這邊如果沒有帳號密碼 就從下面註冊 它註冊是不用費用的 就輸入名稱密碼 跟email 按下就是同意服務條款註冊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已經註冊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回到登錄 好那Liu就先登錄一下我的帳號 好登錄之後呢 這邊就提示你 恭喜你獲得您的Spotcam 那我們就直接按下開始 然後找到你的型號EVA2 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那這邊的話 就提示你要去做一個Wi-Fi的連接 那它的Wi-Fi名字就叫 SpotcamEVA2 我們就點下去做一個連接 做太多複雜的設定 你只要連接Wi-Fi之後呢 上一步回到它的應用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提示你直接連接網路 這樣子就可以做連接了 好網路的話 就看你自己家裡路由器的Wi-Fi名稱 那直接輸入Wi-Fi的密碼 然後按一下儲存 好這時候呢 它就會提示你即將要做連接了 好這時候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機器的部分就會閃藍燈 那這時候就已經在做一個連接的部分 它會直接幫你把Spotcam 直接導到雲端的主機上 做一個綁定的動作 那之後呢 主機的部分呢 就會跟著你的帳號走 所以說你這個帳號呢 在任何手機登錄了 都可以查看這個 攝影機的部分 非常的方便 好那我們就等它連接好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的一些操作的部分吧 好經過一分鐘的時間呢 它就連接好了 這時候手機呢 就可以直接查看到它的畫面 那這時候就看你要擺放在 任何你想要監控的位置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呢 因為我在室內 所以我就先讓它照一下我自己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APP的部分 好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這個 監視器的畫面 那透過APP的方式呈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先揮個手 其實它的畫面是非常及時的 因為它的雲端的這個機房是在台灣 所以連線的速度很快 以後你要調資料的話 就是像現在這樣看到的畫面一樣 非常的快速很方便 好那畫面的部分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角度不對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往右滑 它就會鏡頭就會向右有沒有 有一個發現畫面就變 往右過去了 再滑一次 它就會再過去 好那往左呢 它就會向左轉 所以它的移動的這個監視器的角度 就是這樣這麼輕鬆 你直接在上面滑動就可以了 好那往下看呢 你會發現這個圖案有一個 喇叭的圖案它是XX 這個代表就是收音的部分 現在是關閉的 我先把它打開 好那這邊的話麥克風就會收到現場的聲音 那我先把它關掉 因為呢 關掉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現場是同一個環境 所以我這樣講話會有回音 那這個用途呢 就是如果你放在某一個地方 你想要知道現場 人員在講話的聲音 你想要聽聽看小朋友的聲音啊 寵物的聲音啊 或者是當下的一些狀況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就可以即時收音 它是不需要經過對方同意 直接就可以開啟了 同時呢 你也可以透過下面還有一個通話鍵 點下去呢 你也可以跟這個對方去通話 只要你講話的話 它就會透過機器的喇叭口輸出 就是這樣 非常的簡單 非常好玩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試試看 好再來中間的話 一個照相機的圖案 點下去呢 就可以拍照 它這邊就會跳出一個快照儀儲存 就可以把這個 當下的畫面呢 直接拍照下來 透過手機不同的分享的方式 去分享給不同人 要寄Email啊 上傳到硬碟啊 傳到LINE啊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很方便 你可以自由去做一個操作 好再來三個點點 點下去呢 它還有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分享啊 圖像搜尋啊 影片的擷取等等 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截取影片 所以我就點進去給大家看 這邊你可以去設定影片的起始時間 就是如果你要抓 可能某一個時段 你覺得可能有狀況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可能6月的23號 或者是30號 點下去 好幾點幾分 設定好 按一下確定 好然後再按下OK 它就可以匯出了 而且你可以設定要匯出的時間是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這邊可以去設定一下影片的長度 就可以去抓到這個對應的內容 好那它只有設定三分鐘的用意 就是要讓它輸出非常的快 所以呢 這部分你可以自由去調整 是沒有問題的 包含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可以做縮時影片 好就你錄得非常長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直接幫你做縮時 就不用手機再去錄影了 這部分我覺得 也是非常酷的功能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試試看 好那再來呢 下面的話 這邊有提到是說 這個機器的部分 因為它沒有安裝記憶卡 所以呢它只有 它可以讓你免費升級 24小時的雲端錄影 就是每一天 都可以把這些錄影檔案 直接幫你寄放在雲端的資料庫 不會給你收費 好那每一天 再過第二天的時候 就會幫你覆蓋掉前一天的部分 一直持續的幫你錄影下去 好那左邊有一個 我要錄影超過一天 如果你覺得一天不夠的情況下 你可以在自由去做一個新增 它有三天 七天跟三十天 然後它就是需要 月費跟年費的這個支撐 這部分沒有辦法 因為它已經幫你省下記憶卡的錢了 而且同時呢 還有雲端的機房又設立在台灣 所以它也是需要一些費用去支撐的 這部分就大家自由去看一下自己的狀況呢 去選擇你對應的方案 去做使用就可以了 好再來呢 它的齒輪部分還有其他的設定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設定的部分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齒輪設定的部分 這邊有攝影機的序號韌體版本 這個之後都是可以做更新的 好那往下看 它有一個攝影機的名稱 點下去呢 你可以做修改 如果你有安裝第二台或第三台的話 你就可以設定了 可能臥室或者工作室等等 你可以自由去調整 那往下看呢 你也可以從這個攝影機的部分 去快速做個開關 包含指示燈也可以 這樣點下去呢 直接做開關 那關掉指示燈呢 並不會關掉攝影機 只是讓攝影機的燈號 不要顯示出來 這部分你可以自由去做調整 那下面有一個HD的解析度 如果你的手機是4G網路或3G網路 可能變得很慢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把這個解析度關掉 在奪取速度也會變得比較快一點 但不會影響到這個錄影的畫質 那錄影的畫質就取決於下面這個 影像畫質設定 例如我剛才設定是標準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剛才的畫面 呈現出來你覺得不夠清楚的話 你可以調整成高畫質 它最高可以到HD 拍起來基本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啦 你要偵測一些 特定的畫面來講 其實拍的是可以非常清楚的 那如果你覺得 你沒有太高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設定成低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往下看呢 夜間模式它是自動開啟的 那夜間模式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自己實拍的畫面 其實它非常的清楚 就晚上即便關了燈的情況下 一樣是可以很清楚照到人像的部分 你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關燈就看不清楚 那往下閃爍控制的話 可以調整50或60赫茲 你可以自由去做設定 再來還有180度的旋轉 點下去的時候 畫面就會做一個翻轉 這個情況下 就是如果你的監視器 是倒裝的情況下 直接這樣子倒著掛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開這個開關 它畫面就可以轉正 這你可以自由去調整 好 再來是警報的部分 我把它打開 警報的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細節上的設定 比如說我們可以點到 警報發送設定 你這邊可以做動態 或人類追蹤等等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錄影的畫面 是根本就不應該 有人在這個時間點進出的情況下 你就把它打開 那這時候如果有人闖進去的話 它就會發送警報 通知到你的手機APP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好像有人闖入了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做一個辨識 好 這功能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它可以針對這個偵測的敏感度 去做高低跟標準的調整 如果你覺得非常敏感的話 你就把它調整成高 所以這都是可以調整的 那往下滑你會發現 光是警報的部分就可以設定 通知信啊 警鈴設定啊 警報排程等等 它有非常多的操作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很重視安全性來講 它的功能 應該你會覺得蠻實用的 好 再來往下看呢 攝影機的排程 也可以去做設定 你可以設定某一些時間點 是不需要錄影的話 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某個時間到某個時段 禮拜幾 是可以關閉這個攝影機的 這個你都可以去做一個局部的調整 好 再來往下看呢 它因為機器也可以支援雙向的通話 所以你可以用它的 喇叭跟麥克風來做一個雙向的溝通 包含音量的部分 也可以透過AP部分去做一個 麥克風音量的調整啊 或者是喇叭的這個音量調整 都是非常的方便 很直覺 很簡單的操作 好 再來我們看它最下面這個 最重要的智慧影像AI 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它這個智慧型的攝影機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加值服務 譬如說有室內啊 或者人臉辨識 嬰兒哭聲 或者是人物 人類偵測 寵物偵測 車輛偵測到昏倒偵測它都可以 那這邊它都會有對應的費用在這邊 那講到這邊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都要付費很麻煩 但我必須說 你不付費的情況下 其實它的功能就非常的實用了 而它的加值服務是屬於 你有需求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跟它購買 那你覺得好用的話 你再持續買下去 不好用你就可以隨時中斷 它不會強制你說 一定要付費才能使用某種功能 它基本功能其實就夠實用了 那我必須說啦 如果你買的是傳統的攝影機的話 如果你需要人類偵測 人臉偵 寵物偵測 你只能重新買一台有這個功能的 你沒有辦法去做加值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加值的服務讓你去做選擇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它有好處也有壞處 這邊的話就大家自己去評估 看看有沒有這個需求 這邊可以自由去做調解 好接下來跟大家補充一下 它有一個內建的免費的人臉追蹤 這邊我就做一個操作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吧 在這個手機APP中間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監視器的小小圖案 點下去呢 這邊還有一些附加功能 那有一個內建的免費的人類追蹤 你把它點下去 那我們等它開啟 好打開之後呢 現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機APP的畫面 目前沒有拍到我 但是當我的頭靠過去的時候 好它現在偵測到我了 好那就會直接呢 畫面就對準我 那我在移動的情況下 它也會跟著移動 好我現在往左它就往左有沒有 然後再往右 它會跟著我 好那手機同時也會發出一個警報通知你 就是像我剛才提到的 如果呢拍攝現場呢 是不應該有人類出現的情況下 但是突然有人跑出來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直接偵測 直接發訊息通知你 告訴你說有人闖進來了 好當然如果你是要拍固定畫面 你不想要它一直動來動去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把人類追蹤的部分把它關閉 這個時候呢 它就不會再出現了 它就是固定一個畫面在那邊 除非你手動去控制它 好那剛才偵測的部分的話 它移動的速度其實非常快 因為它現在是斜角拍 但是如果你覺得靈敏度太強 或者你覺得太弱的情況下 你可以透過它的 設定的地方點下去 好這邊它會有移動速度有123 總共有三段可以去做調節 而且下面還有一個人類追蹤行為 你看你要停在最後位置 或者回到預設點 這邊它都可以去做一些細節上的調整 所以呢它這個攝影機 基本上它就是有強大的程式運算功能 可以去針對不同的AI技術 去讓你去做調整 跟價值服務 你可以自由去取決 你想要什麼樣的功能 你就自己去做一個設定 非常簡單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這次也差不多一段落了 基本上這個機器呢 非常簡單就是通電之後 用任何一支手機 不管是安卓 iPhone 甚至是網頁 花兩三分鐘的時間註冊連接 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而且所有的影片儲存呢 跟它的AI技術呢 通通都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不用安裝機卡 不用做過多的繁瑣的設定 只要透過一支手機 就可以輕鬆的操控了 我個人認為 這部分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它的雲端的機房在台灣 所以速度來說是非常快 好那一般的攝影機 其實大家可以延伸 可以使用在任何的範圍內 但是它裡面有一些價值服務 所以它可以延伸的部分更多啊 可以用來監測寵物啊 監測小朋友啊 監測那個老人啊等等 有很多附加功能 你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 我個人認為 它雖然是不錯的一個產品 但是一樣這邊不做任何推薦 純粹就是分享心得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它的售價的話 我會把它的這個產品的資訊呢 通通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下去看一下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